银行不良贷款率增加反应了 一方面是市场力 大家按照契约原则 按市场的规则来处理 另外一方面 政府适当地可以帮助 政府适当地加了一些杠杆 帮助这些特别是重点的金融机构 系统性比较强的金融机构 使得他们不至于出现严重的问题 这些银行都面对公开市场 面对公开市场 面对全部股东的要求 国有股东并不例外 市场担心 就是说市场那些投资人 股东担心的 我们也一样担心 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不是国有的 或者说这个国家持有的股份特别大 就特别怎么怎么样对待 而是说呢 总体考虑 所以呢 从这个角来说呢 我的一个心态还比较平和 好 早安 我是NHK的日本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we are seeing an increase of MPLs the non-performing loans of state-owned banks in China which is a reflection of the moderation of economic